最新当时的疫苗特权让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恩师 也就是时任台北市卫生局局长黄世杰 因为好心安诊所的特权打疫苗风波 请辞之后 不过当时是被市长柯文哲未留的 但今天黄世杰没有出席台北市议会的大会 有议员质疑防疫期间卫生局长竟然请假 虽然北市府回应 黄世杰是因为要接受连政委员的调查才会请假一个月 但是马上被法务局反驳 我强调目前并没有法员规定说 官员接受调查时必须要请假回避 选险特权打疫苗风波的台北市卫生局长黄世杰 原本已经请辞 但又被自己的学生台北市长柯文哲未留 只不过职位是保留了 但这人却没去上班 在台北市防疫还在三级警戒的时候 我们卫生局长请假 这是什么状况 因为现在在配合调查期间它不方便 在担任 那我们卫生局又不是只有黄局长一个人受到调查 那遇到调查就这样请假 散离职守 所以我们卫生局有没有局长都没差 不是啊 这个部分还是要避嫌一下比较好 30号北市议会开大会 议员们到场才知道卫生局长竟然请假一个月 接连跑红 要不是开大会桌上有这张通知当刚好被看到 我们还不知道卫生局长要缺席一个月 因为被调查 约谈 导致情绪不佳不来议会 那我们议员到底在干嘛 我个人认为身为一个议员这样子蛮窝囊的啦 卫生局解释局长请假是为了接受连委会调查 但马上被打脸 连政文会调查期间有没有一定要请假 这个目前是没有相关规定的啦 目前没有看到规定 不会要求受调查人一定要以请假的方式来避免 防疫重要时刻 卫生局长不坐证指挥 驾单一丢就身影 猴心肝风波还没结束 恐怕又在市民心中大大扣分 接下来让我来问好台北采访报道